对老天祈祷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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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刚接到这部戏的时候 我听到《卧骨藏鬼》 你第一个会觉得鬼片对不对 演法 我就一开始 我是往悬疑篇 恐怖篇那边去想 然后结果进一步的讨论 拿到剧本以后 我发现是一部喜剧 新加坡其实拍鬼的喜剧 到现在为止 九点档都没有喜剧 我就先答应了 我连其实剧本都还没有去读 我就答应 因为我只要做第一个 可以演喜剧 在九点档 我觉得蛮新鲜 跟挺有电影感的 就是它跟我们一般的电视剧本 不太一样 我已经好奇这个剧本的去法 跟演艺方式要是怎么样的去进行了 这个是西餐 这个是中餐 这香肠还不错 如果加点芥末 我跟你说 更好吃 当初我们把《卧武长鬼》定掉为一个喜剧的时候 哇 真的是头很大 喜剧要把它呈现做得好 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我们保留了一个很大的空间 给演员 给导演 可以自由去发挥跟讨论 在这方面 我们在现场可能需要很多的对稿 还有在拍戏那边会画的比以往拍文戏的时候 花的时间会比较长 当下觉得什么感觉对了 我们就跟着那个方向走 肢体上的接触 还是眼神交流 这些都是要排 然后就有默契在 比如说有一场戏 我们要自我介绍 突然间就觉得 其实可以讲这句话 可是由我来讲 我会觉得可能不会那么好笑 那我就叫梓杰 梓杰 不如你试一下 你讲这句台词 可能会有一个刺激 我叫马达 是新加坡很有名的驱魔大师 我叫Angie 是新加坡很有名的网热才能杀手 我叫阿伦 是新加坡很有空的精神教练 比如说有一场戏 我把那个 燕芳那个角色当成是用人来使用 然后突然有一天 我就读那个对白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 不如叫他用马达的牙刷来洗厕所也不错 然后他就在后面爆笑 然后导演就想了想了 他就好 让我来让这个对白更丰富 让这个桥段更鲜明 但是让这个故事 就最后就要想了解 我现在看到我的 《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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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三个人呈现所谓那种夸张式的手把 我一直喊 一直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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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快喊破喉咙了 破喉咙 很无聊 就是你觉得说 为什么可以这样子演 可能在平常你可能其他的剧里面 你不会有这样的方式 这部剧能够接受 因为它是一部喜剧 很大部分的一个创作空间 留给导演跟演员这些即兴创作表演 是有点冒险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显示值得我们去做的 因为只要我们愿意去尝试 去做不一样的一些作品 我觉得才会带来一些新的气象